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當然目前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這個地方的一個回檔修正 那以今天來講好了 那你到底是要持續的買進股票 還是說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你有可能要稍微的進行減碼的一個動作 那其實我跟大家報告過 目前你的持股比重 真的都要維持在相對低的水位 相對低的一個水位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以目前來看 其實Fed的部分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做說明 其實目前的整個回檔修正 尤其在美股的部分 其實它反應利率的部分 其實真的沒有這麼的陰 就是說它當然是鷹派 報爾所講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鷹派這個都沒有錯 可是因為大家現在反而是擔心的 是未來經濟的成長趨緩的部分 這部分會影響到整個盤面上的架構 也就是說從這一波以來 我們假如以台股來看 從18,600點的回檔修正 一開始是因為利率的所謂的調升 所以帶動了整個本益比往下來進行修正的一個走勢 那現在呢 其實這一段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 當然利率有一點影響 可是它不是最主要的影響 因為現在會變成說有一點點 所以大家對於未來景氣成長趨緩 或者是甚至於出現比較衰退的現象的一個概率 大幅提高啦 我們應該這樣講 就是對於未來景氣的看法 現在相對上來講 又比之前來的比較保守 所以指數的部分就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回檔修正 那我也跟大家報告過 其實未來這一段時間 尤其近10月份之後 美國的財報週 一些企業會陸續的公佈財報 以及未來的展望 就是以我們來講 就是第三季的一個財報 跟未來第四季的看法 甚至於明年的一個看法等等 這部分就會讓指數出現 到底要不要破底 到底要不要破底好 那以預期來講 以這一季的財報 就第三季的一個財報來講的話 其實我相信 六成以上大概會優於市場的預期啦 因為其實你可以發現 就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其實在S&P500公佈的一些財報數字當中 其實大概有65%都優於預期 可是展望的部分 相對上來講就比較重要 展望就不一定了喔 你像聯邦快遞 Fed Days對不對 在前幾天 他已經 對於未來的展望的部分 他已經不做所謂的裁測的部分 因為他認為 未來景氣來講 他是趨緩 他有可能沒有辦法 來進行所謂的一個裁測 就未來展望的部分來跟大家講 就是說 他取消了所謂的一個裁測數字 所以 目前大家對於未來景氣的看法 相對上來講 真的是比較謹慎 所以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其實要留的青山寨 不怕沒財燒 你只要 這一波段其實你做多的 說真的 你從今年的1月份到現在 你做多的人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都賠錢啦 那不過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報告一個故事 一個故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盤的一個部分 今天貴買的指數 也真的是蠻弱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 最近強勢的股票 所以今天盤面真的 風險已經慢慢的加大 慢慢的加大 你可以看一下 北極新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股價來講 出現開高之後 碰 跌停板 這個解盲成功 其實說真的 他這樣的走勢 會讓大家害怕 我們先不管 未來會不會再創高 可是重點是 你可以看一下 偉賣的張數 既然2000多張 另外的 之前我們跟大家講過的 強勢的股票 業績展望真的算相對好的 工業電腦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廣基金的股價 盤中也來到幾乎快 其實跌停板 然後現在跌停板打開 然後你看一下工業電腦的部分 另外的振滑電 這個也算指標喔 你可以看到 股價也是相對上來講比較弱 那當然網通的部分也是相同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就今天的盤面上來看的話 以整個結構來講的話 其實今天風險已經有真的比較 要再稍微的提高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會針對融資的部分 來跟大家講 以及一些產業的部分 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就是說 我還是希望大家 在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還是真的維持第一的持股比重 然後呢 因為你持有的現金 不要 不要 隨時隨地都在買 你要等待真的一個 轉折點的時候 再來買 再來買 我相信 這樣的操作相對而言 會是比較進可攻 退可守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新來地還是細貶 因為美元還是走強 所以市場的信心 還是真的比較脆弱一些些 其實 我們因為我們是針對 不管是目前的盤面 或者是未來的展望 尤其在未來的部分 來跟大家進行所謂的說明 所以 當目前 只要新台幣 它還是呈現貶值 它沒有辦法出現紙貶 那整個大盤的信心 相對上來講 真的還是會比較脆弱一些些 那證券存款的一個賬號來講 它是創新高 代表什麼 代表 這個來講 國內的投資人 其實還是持續的在買 因為證券存款賬號 你要買股票 當然你要證券存款 裡面有錢 所以它的 跨波的存款創高 就代表 其實說真的 在1萬8千點下跌的 這一個過程當中 大部分的國內的投資人 還是持續的在買 還是持續的在買 其實不管是用 融資啦 或者是現貨的 可是重點來了 外資它還是持續在賣 外資什麼時候 才會停止賣鈔 這個真的要看新台幣喔 這個真的要看新台幣的一個走勢喔 假如真的新台幣還是呈現持續的貶值的話 那外資你要叫它回頭買超 這個難度真的是高的 這個呢 那另外的 技術面的部分 這個缺口它一定要回補喔 5日內它一定要回補 不然喔 整個大盤我也跟大家報告過 這個缺口假如它真的沒有回補的話 就昨天的向下的一個挑風缺口 這個地方假如真的沒有回補 那整個盤是相對上來講 也會是比較弱 所以今天的走低 其實說真的蠻關鍵的啦 就蠻關鍵的喔 這個 這個要5天之內趕快迅速回補缺口 假如不回補的話 那有可能會下彈 下彈前低的機會 相對上來講就真的會提高 那列申股是不是能夠反彈 我想這一部分也是很重要 那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產業的部分 那另外的 F2NC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說真的 三碼其實都符合市場的預期 我想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那不過現在大家擔心的就是 利率維持在相對高檔的位置 那景氣的部分是不是能夠軟著陸 我想這一部分大家 存疑的聲音越來越大 好那另外的部分 剛剛所提到的 他不管 這一些東西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在 央行年會 全球央行年會的時候 其實講的 跟他現在所講的 並沒有差多少 那利率來講的話 其實高點的部分 大概只是多一碼 那不過 就是大家對於未來景氣相對上來講 對於未來景氣衰退的概率 相對上來講有提升 所以形成了最近的一個比較 弱勢的一個表現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就剛剛所提到的 存款化波 證券的一個化波的一個存款餘額來講的話 是創下了新高 你可以看到 8月份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月增的一個幅度來講的話 真的是蠻大的 增加了1209億 其實7月份的部分也是一樣 也出現了大幅的一個增加的一個情形 代表 投資人來講的話 其實在下壘的過程當中 還是持續的買召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講 真的這個地方 整個灰犀牛還是存在 所以真的持股比例 真的要維持低檔 另外的 之前在這一波段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一直跟大家提醒到的 就是融資維持率 大盤的融資維持率 這個是以我們的系統來看的 就是說 以我們的系統 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 到昨天 融資維持率是148.7 那我也跟大家講過 越接近140 甚至於跌破140 一些停損賣壓 或者是追繳的壓力會出來 大家懂我的意思 在當下的時候 那時候跌破140 所以這個大盤橋 真的沒有辦法 馬上的 在未來這一兩三天 真的迅速的走穩 讓維持率 還是真的越來越 越來越接近140 那市場的恐慌的氣氛 恐慌的氣氛 會慢慢的增加 會慢慢的增加 我想這一部分先跟大家進行說明 好 跟大家進行說明 好 另外來講說舊產業來講 舊產業的部分 但是 我也跟大家提醒過 其實就台積電來講好 你看一下台積電的走勢 其實你看台積電這種走勢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不要去管它的先進製程 因為這些 先進製程等等 其實它都遙遙領先 不管是Intel或者是Samsung 這一部分來講 其實真的不重要了 對現在的股價來講 真的不重要 因為這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一件事 那什麼才是重要 什麼才是重要 就是說 以台積電來講 其實我跟大家這個地方 整個電子業 在下修的過程當中 台積電相對而言 會是最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也跟大家報告過 外資的部分來講 會陸續陸續下修 台積電明年的 不管是營收 或者是獲利的展望 會陸續的下修 那這樣的過程當中 在下修的過程當中 其實股價不容易漲 有就是跌升性的反彈 有就是跌升性 除非大家認為 下修的部分 已經 股價已經大幅的反應了 那當然是OK 可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就像今天來看好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外資 有外資 又要砍台積電 跟聯巴克的目標就好 那重點來了 你們看一下 它的一個毛利率的部分 今年 這家美系的外資 今年毛利率預估58.2 明年53.2 後年54.4 這個就有一點麻煩 假如是成長的股票 基本上 ETS營收都成長 毛利率也成長 那這樣的股票會大漲 預期未來 假如是這樣 除了營收 除了獲利的增長之外 毛利率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毛利率來講是往下修 它的毛利率預估是往下修 那當然不管是折修費用等等 另外的美股的獲利 今年當然成長 可是明年又出現 預估的衰退 這個是預估值 股票是跟著未來的預估值 在進行修正的 就是正相關的部分 假如它預期的是對的 那其實我可以明白的講 當然它預期會不會對 這個要時間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我們才會知道 那當然在這中間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進行研判 對於未來指數 未來產業的看法 或全球景氣的看法 我們當然會進行研判 那假如說我的意思是 設它是對的 你看毛利率下滑 EBS預估明年衰退 假如明年會衰退 那就代表整個全球 我相信它是用大環境來看 我跟大家報告 台積電本身問題不大 可是台積電會受到 全球景氣的影響 相信我講的這句話 台積電無法避免 台積電還是無法避免 我想我也跟大家講過 很多的產業 大部分覺得 都是受到全球景氣的影響 那你看聯發科的部分 毛利率49.3也是一樣 預估的也是 明後年都是往下摔 那EBS的部分 聯發科就更慘了 所以這個 假如以這家美系外資來看的話 其實它對於聯發科 雖然還是維持買進的平等 可是重點來了 77.7今年預估 65.7明年62.7 假如說以這種預估值 它是明年衰退 後年EPS也是衰退 你覺得這種股票 會是一個長多的走勢嗎 這個不可能 假如以它的預測值 是這樣子來講 這個不可能 這個不可能 這了不起就是 股價跌升了 本益比相對比較低 其實你說它本益比低不低 真的算低 真的算低 可是因為 它的股價來講的話 EPS的預估值是 明年往下 後年往下 那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它只容易出現 跌升性的反彈 你要說 你要說它像之前這樣持續性的 多頭的格局 持續性的大漲 這個困難 因為那時候的EPS的預估值是逐年向上 跟現在的預估值逐年向下 這個是不同的 所以你說聯發坑能不能強反彈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跌升當然會有反彈 可是假如說就趨勢上而言 就趨勢上先暫時停看廳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想 股票的部分有分為短線 中線跟長線的部分 短線當然你可以強反彈 這個是沒問題 可是中長線的部分 假如疑慮加距 EPS它是衰退的 那這些股票來看的話 就是以短線上的強反彈為主 不然就是要除非整個大盤 是真的出現大幅度的 所謂的一個反彈的架構 那當然這些股票都會反彈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另外一個 記憶體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標準型記憶體的部分來講 跌幅有收斂 第四季預估的一個跌幅來講的話 合約價的部分 它有收斂 可是重點來的 伺服器跟行動式的 所謂的低潤的部分 就不是標準型低潤之外 這些伺服器跟行動型的 就手機啦 等等這些你可以看到 它是出現下滑 它是出現下滑 就是第四季的合約價 反而比第三季的跌幅 還來的重 還來的重 那整體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低潤的報價 它還是合約價的部分來講 還是比第三季大概下跌10到15% 可是第四季的合約價又擴大跌幅 又擴大跌幅 那假如以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當然今天 這些 南亞科等等這些標準型 它是屬於標準型為主的低潤 當然跌幅它出現反彈 可是你說它的彈幅會不會很大 這個真的取決於大盤了 這個取決於大盤 那另外一個就是取決於它的 現貨價 因為記憶體的部分 我們會去觀察 不管是低潤 或者是Netflash 其實我們都會去觀察它的合約價 好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當時間到來的時候 真的轉折點到來的時候 我們也會在這個節目當中 跟大家來進行說明 所以我們的節目相對上來講 很重要 雖然現在的盤勢真的不好 那盤勢不好的狀況之下 我想 留著新山寨不怕煤柴燒 等盤勢真的 出現比較像樣的一個反彈 或者是來到一個轉折點的時候 我們也會在這個節目當中 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好 那另外的部分就航運 我想航運BDI陸續的一個反彈 因為畢竟跌升了有些的報價 會開始出現反彈 跌無可跌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所謂的一個反彈 那BDI的股票來講的話 當然就這些啦 2606、2605 最近的股票說真的表現相對上來講 是比較強 因為報價反彈 所以股票跌了一大段之後 開始出現了 一些的一個買盤 出現強短的一個動作 那能不能再往上攻 其實你說散裝當然不管是運煤 歐洲要運煤等等 或者是一些鐵礦砂啦 或者是農糧啊 等等這些不管好了 當然帶動了它的一個報價反彈 可是它的報價現在 離它的一個高點其實還是非常的遠 還是有一段距離 離高點的部分來講 其實還是真的有一段距離 所以散裝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以跌升反彈四肢 以跌升反彈 那當然就是說 那貨櫃大家會問 你比如說像今年以來 上海的部分來講 到洛杉磯 從大概1萬2 40尺的貨櫃 從1萬2跌到大概跌破4000 這個跌幅很重 你可以看到那時候反彈 然後之後再破底 其實相同的邏輯 這個就跟散裝有一點類似 散裝的部分有點類似 那當然 以報價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 報價的部分來講 其實你可以發現 有些已經慢慢的 開始出現走穩的現象 這個是今年以來 今年以來 你可以看到紐約到路特丹的部分 其實今年以來是漲13% 路特丹到紐約的部分 今年以來是漲9% 今年以來是漲9% 那為什麼會漲 那為什麼會漲 其實這個 大概就是每個禮拜就 震負2% 大概就是這樣的循環 那 就代表什麼 這個當然不是熱門的航線 這是冷門的航線 那冷門的航線 都已經慢慢的走穩 代表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 價格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慢慢的 假如連冷門的航線 都開始慢慢的觸底了 那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熱門的航線的部分 也會慢慢的走穩 雖然這個禮拜的一個 上海出口的一個 集裝箱的貨櫃的一個指數 就是貨櫃指數的部分 還是跌了 大概跌11%附近的水準 還是跌 可是重點來了 跌完之後 你看到BDI 你看到紐約到路特丹 或者是路特丹到紐約 其實已經慢慢的 已經走穩的狀況之下 我想貨櫃的部分 相對上來講在未來 應該是有機會 來出現比較走穩的跡象 甚至於出現反彈的一個格局 好那這個地方大概就是 屬於打底的階段 我覺得只要盤勢真的不要再太差 那其實應該是有機會 在未來下個禮拜過後 這下個禮拜 開始出現 比較像樣的一個反彈的一個走勢 我想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好那 那整個盤勢這個地方到底加速乾地 還是重啟碟市 我想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也跟大家報告過 這個地方相對你的持股比重 還是要維持在低的持股比重 留著青山在不怕煤柴燒 留著青山在不怕煤柴燒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一個小故事 小故事的部分就是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好兄弟 好兄弟 那當然他也在證券業 他也在證券業 其實他的過程是這樣子 我跟他很熟 所以他的一些的經歷 就是在股票市場的一個操作 其實大概我也都非常的了解 那時候其實 我想這也是一般人 在股票市場的一個操作的部分 操作的一個部分 然後大概在民國84年那時候 中共試射飛彈的時候 中共試射飛彈 那時候其實兩岸的關係也非常緊張 甚至於中共試射了兩顆飛彈 一顆到基隆外海等等不管 所以那時候的盤勢來講 其實一進場的時候 就看到盤勢真的不是太好 你可以看一下民國84年 那時候的盤勢真的也不太好 不太好 然後重點來了 等到試射飛彈這個過程 經歷過了 過了之後 那股票就開始出現了 大幅的一個上漲的一個走勢 那重點來了 因為進來的時候 其實股票的操作的難度高 所以一開始當然就還好 就反正這樣操作 可是之後呢 遇到整個大盤往上 到86年 就大概84年 就慢慢的往上到86 86年的時候 因為這段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從前一兩年 大盤在漲的時候 其實你操作的股票很容易賺錢 很容易賺錢 只要你做多 基本上沒漲到的 總是會有輪到的時候 所以 可是到了86年那時候 亞洲金融風暴 那因為他也沒看過空投 對不對 大家也沒看過空投 那亞洲金融風暴 當然 台股的部分也出現了重挫的一個走勢 所以他那時候 那87年又發生了本土型的金融風暴 所以在那一兩年 他把這 從84年賺到的錢 又全部輸光了 又全部輸光 因為86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87年的本土型的金融風暴 好 那慢慢的 輸光之後 當然就又慢慢的賺錢 慢慢的操作 來到2000年就民國89年 網路泡沫之前 股市不是一些打看的股票 科技股 大家都漲翻了 那一段又賺了不少錢回來 又賺了不少錢回來 可是說真的 之前雖然看過空投 可是重點8687那時候 基本上來講是一個空投的一個走勢 那還是覺得應該不至於會空投 2000年網路泡沫之前 其實那時候很多的科技股 真的都漲翻力 大家真的也賺了很多錢 又遺忘了 又遺忘 所以在2000年網路泡沫之後 又輸光了 第二次破產 又輸光了 好來 那慢慢的 慢慢的 當然輸光了 還是有在工作 就是慢慢的賺錢 結果呢 又開始 遇到SARS 民國92年不是SARS嗎 那時候股票又回檔修正 那他那時候錢不多 好來 那SARS完之後呢 又開始 股票又開始漲了 最恐慌的時候 過的時候 股票又開始漲 又漲到2008年 對不對 那時候兩岸關係也非常好 等等等 所以那時候股票又漲到9000多 他又賺了很多錢 很多錢 可是重點來了 他這一次 終於稍微記起 記取了過去的經驗 什麼叫空頭 什麼叫空頭 因為經過兩次嘛 經過第一次的時候 你或許還懵懵懂懂 懵懂懂 經過兩次的時候 你應該就會有一些的危機 危機意識 所以在那一年 當08年的時候 美國的金融風暴的時候 那時候他的操作 其實在中間的過程當中 他也買了房子 那房子他沒有貸款 他用現金就是完全沒有貸款 完全沒有負債 都是今天 可是重點來了 遇到08年的金融海銷的時候 也輸了很多 可是重點 還好的一點 是他持有現金 他還持有一些的現金 然後他的房子也沒有貸款 那時候指數來到接近4000點 3955 那大家看到了整個盤是 慢慢的出現轉機 因為那時候其實你去看 美股的部分是到98年 2月底3月初才見低點 可是台股的部分在97年 11月份就見到低點 大陸股是更早見到低點 就開始反彈 黃金也是比美股 來得早見到低點 開始反彈 所以在那時候在98年1月2月的時候 他就研判這個指數 因為研判還是要從總金的東西 還是要從產業的部分來跟大家 他認為是一個長線的低檔 他就 當然我不鼓勵大家拿房子去貸款 我不鼓勵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就拿了房子去做貸款 因為他的房子沒有貸款 所以結果就貸了幾百萬 那時候的房子其實也很便宜 那時候房子也不貴啦 那反正他就拿了房子去貸 結果大概拿300萬 結果總共大概現金只要三四百萬 貸一貸 他也沒有全貸啦 他大概只貸 大概三分之一啦 貸款拿了房子去貸 貸款大概只貸三分之一 大概三成大概就這樣 所以結果從300萬、400萬開始玩 那剛好研判真的正確 所以那時候其實不用到半年 不用到一年 甚至於說應該真的半年 他就把之前的錢全部都賺回來 全部都賺回來 之後在時間軸再走下去 真的 他從三、四百萬 賺到了淨資產 淨資產至少一億 在這兩、三年、三、四年的過 在就是在98年之後 真的這三、四年 大概三、四年吧 從三、四百萬賺到一億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股票市場 有時候我們不要用短時間來看 你把它時間稍微 時間總拉長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控制好風險 你一定要控制好風險 就是在風險比較大的時候 你真的要持有比較多的現金 你這樣 那等待整個盤是真的有出現反轉的跡象的時候 當然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去做所謂的一個布局 這樣你操作上來講 我相信 我相信你要把之前的賺回來 其實說真的是輕而易舉 真的是 我不是唬爛大家 我是真的跟大家非常誠心的講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因為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就從這一段時間以來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報告 真的當來到相對低檔的時候 我們當然可以用比較多的食股比重 可是在目前這種盤勢當中 疑慮還是大的同時 我們一定要嚴控好自己的風險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 唯有你控制好風險 在整個盤勢有機會出現比較大的一個反轉的時候 概率大幅的提高的時候 那時候你才有子彈 再下去進行所謂的一個 不管是買進 你看好的個股等等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跟大家報告 所以 大家一定要記得 握有現金 在疑慮大的時候 真的你的現金的比重要拉高 要拉高 我想當整個盤勢的部分來講 我想當然也有機會出現 所謂的一個反轉 等到反轉訊號出現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在這個節目當中 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所以我們的節目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持續收看 不要因為 最近今年以來盤勢真的不好 大家慢慢的回心 我覺得不需要 真的 要樂觀 心態要樂觀 那看法當然不是說 叫大家一直買股票 不是 就是說我們的心態一定要正向 不能負向 不要說賠了5%10% 就覺得 或20%就覺得 這個股市已經沒意義了 我覺得不要這麼消息 人 真的要正向 正向 所以 在這個盤勢當中 要跟大家報告的 這個小故事 是我 真的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 來跟大家共勉之 共勉之 那當然 你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想像我們的行列 我們當然有分一般會員 特別會員 還有清代會員 等等這一些 那其實 你可以 來思考 加入我們的一個行列 不管現在是以股換股 或者是太弱流強等等 我想在最近的盤面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的強勢股 真的開始在出現補跌 所以這個地方 大家的一個操作 或者持股 大家真的一定要 擁控好持股的比重 維持在低的持股水位 另外一個 就是真的自己的 持股的展望的部分 大家一定要 特別的了解 那當然 你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想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可以撥打 電話到公司來做諮詢 那最後祝各位投掙 操作順利 謝謝 本公司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每次大跌 都是財富重新分配的機會 把握超跌的便宜價格 讓我帶你買進 不要等到漲上去之後 再來墜價 請點擊影片下方連結 留下您的資料 或直接來電諮詢 有專人為您服務